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欺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避坑排雷防欺账 八戒是加州房地产经纪人 欢迎各位投资者 各位买家卖家 有任何房屋买卖需求 或者是做贷款方面的需求 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帮你们定制化整个家庭资产配置 那么今天是美国加州时间 2021年5月7号周五 今天我们接着上面几节话题 重点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很多八戒的群组八戒会员 包括各位投资者 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目前整个全美国地产 非常非常异常火热 并且压在再次的火热 很多朋友们在1月2月份打算买房的 我当时劝你们买房 你们说再等一等 那么等到现在 应该能够感受到 在相同的位置 相同的尺寸 相同的户型 基本上比你们1月2月份 应该是贵了 最起码超过15%到20% 那么这么多的热钱 很多朋友们要问了 这么多热钱 从何而来 目前完完全全是一个卖方市场 买家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预递 你们觉得好的地块 你们觉得好的房屋 最起码有10个到20个offer在抢 并且很多都是现金offer 哪怕现在在洛杉矶 在整个Riversite 洛杉矶 圣地亚哥等等新开盘的房屋当中 基本上有超过一半的offer 都是来自现金买家 并且当时开发商公布出来的价格 也是目前经历过层层的build 层层的加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行情 是跟随着市场水涨船高 那么通胀就是背后幕后最大的推手 那么目前低利率环境 目前美联储继续维持0%到0.25% 那么目前整个的木材价格 从2020年到现在2021年 整个15月下来 木材价格已经上涨了将近150% 能源价格最低的时候负40美元一桶 目前已经是维持在正向价格65美元一桶 那么大家去Costco买一盒鸡蛋 去年五六块钱一盒24个鸡蛋 今年最起码也要7块到8块钱才能买得到 整个的通胀你们自己去算一算 那么今天八戒给大家认认真真 想想细细分享一下 这么多的现金offer 这么多钱 这么多热钱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么多钱 目前整个的贷款利率 贷款成本是多少钱 那么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 他们手上又是怎么样把这么多钱 给他套出来的 那么另外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说 他们这些钱对于他们来说 完完全全就是负债 他们必须把这些负债转化为房产 转化为股票 转化为债券等等这些有价资产 有价证券或者是不动产 才能维持目前他们整个的家庭自然配置 能够跑赢本次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水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晰的知道 当你们还是用目前买家卖家的角度 在考虑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们整个的认知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于整个市场的平均行情 目前整个市场完完全全是由这些有资产 有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相关的操控 因为整个的定价权是在他们这些人手中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具备定价权 永远要知道定价权是在这些有房者 有产者的手上 他们今天想砸市场就可以砸下来 他们今天想拖市场就可以把它拖上去 最根本的原因是取决于目前手上这些货 什么是货 就他们手上这些热钱就是他们这些货 那这些货的成本是多少钱 是他们最关心的 变成资产以后 能不能cover住他们所有的成本 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cash r5 refinance 那么八戒今天也说了后面的标题 银行目前利率如此之低 这样的钱你不借白不借 借到你就是赚到 但是现在跟08年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08年是条狗都能领手 付贷款 但是现在大家如果身边有经纪人 或者跟八戒联系过 或者是看过八戒的频道的相关视频 你们应该就会深刻的知道 目前你们如果手上没有房产 没有一些整个的金融资产的话 你们想去跟银行借钱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 银行现在根本就是不会再去倾向任何的贫穷 或者是中低以下阶层的这些无产者 或者是金融资产不够强大 实力不够强劲的这些人 这些人在这波行情当中完全是属于被收割的阶层 他们会看着房价越来越高 看着股价越来越高 看着整个的资产价格越来越高 因为目前你们不具备定价权 你们也没有办法从银行利用到目前现有的低利率的环境 低利率的杠杆 把这些钱给他拿出来 那么到底如何拿这些钱呢 我们来从投资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目前什么叫做Cash out refinance 那么什么叫做refinance呢 refinance八戒之前介绍的非常清楚 就是重新贷款 打个比方在10年之前 你们有一栋加州R1的房产 当时70万买的 当时的贷款利率按照自贷危机 2008年当时美债10年期税率最高的时候将近是6% 那么当时30年期贷款利率大概是6.35%到7.35%左右 这是差收入的 那么按照当时70万美元 你买的R1的房产 按照6%到7%的利率的话 一个月的还款额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呢 你们看到目前大概查收入的价格是在2.85%左右 那么做一个refinance的话 一个月最少让你少还500到800美元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你们目前的持仓成本 降低你们目前房产整个的持有成本 让你们能够把你们现有的收入跟杠杆比例 DTR能够做的更好一点 能够把这些钱能够拿出来多一点 那么以上呢 就是叫做可以降低你们持有成本的 第一种的初级玩法叫做refinance 你不用这些钱用来做任何的投资 你只是把这些钱给他重新做一次贷款 把你的市值重新估一下 然后把你之前比较贵的利率 换成一个目前2.85%30年 差收入这样一个定期有效的一个低利率 这样的话呢 你的整个的成本就会低 一个月500到1000块钱 八截的前面期节目 已经是算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那么本期呢 让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下一个等级的高级玩法 开始二五refinance 那么继续以R1这个城市为例 比如说10年之前你们购买了R1一栋房产 比如说你们当时是以100万美元买的R1的房产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 很可能你们已经经过5年8年甚至是10年 已经是把这栋100万美元的R1房产 已经是给他还清了 pay off了 那么这个房产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value的价值呢 已经是超过了你当时购买的价格 远远的大于100万美元 很可能现在已经涨到了150万 甚至是180万美元 因为目前整个随着通胀 整个随着房价 它都会跟随通胀有一个负利 这样一个基本的保值通胀 跑赢通胀的属性 那么现在我们初步按照2021年R1 目前的行情 大概是在当时100万 现在最起码要涨到value要在150万美元 这栋R1房产 那么现在你已经是pay off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现在你希望利用现在手上 这栋已经pay off的自住房 或者是投资房 如何把这里面的现金价值 按照现在估价的150万 把这些钱给它套出来 然后去买一栋50万或者是60万 或者是70万的投资房 然后把整个投资房成本做完以后 可以cover住你所有的贷款地产税 HUA包括insurance 那这是不是一笔非常稳赚包赚不赔的生意呢 何必把你这些钱加入所谓的投资集团 何必给他们去挣些钱 让你去买他们的公寓 然后给你每年5%6% 这样的一个租税比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的必要 你还不如把这些钱给它套出来自己来做 那么怎么做呢 很简单 当时100万买的你已经把它做成pay off了 那么现在找一个估价师 找一个lander这边aproso 直接给你估成150万 根据目前180天60天90天 这样一个行情成交价格 应该能估到150到160万 当然如果你把它摆在市场上面卖的话 根据层层加价 目前现在如此火热竞价的行情 最起码也能够卖到165到170 但是银行估价 它为了保护它整个的风险 应该是给你均值是在155到160 那么我们按照比较低的 按照150万来算的话 按照目前整个的LTV 按照这种cash out refinance的LTV 最高可以给你做到80% 也就是150万的80% 那么是多少钱呢 可以贷款给你120万 按照2.95%到3.05% 查输入30年固定 这种行情带给你钱 那你是不是感觉非常非常划算呢 已经是完完全全 只要你能把这个钱拿到手 你就已经跑赢了3% 现在根本不止3% 现在最起码有5%到6%的CPR在这里 只是美联储它现在不好明说而已 那么现在根据目前这种行情 你手上能够套出来 用这种房屋做cash out refinance 你可以套出来120万 那么这120万呢 你怎么样去花八戒来教你几个办法 那么现在手上有了这笔120万美元的现金 在你们手上 并且每个月的持仓成本只有2.95%到3.05% 非常非常之低 那么如何利用好你手上这个货 什么是货 就是你手上这个120万的cash 就是你的货 你如何让你这个货跑赢整个通胀呢 很简单 这个钱怎么花 你可以把它买成120万的房产 那么这就是你的cash offer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这么多钱是从哪来的呢 很多年之前 当时有很多的人不断的抄底 那么这么多钱 就是在这些抄底的人手上 随着这波行情做的这样的一个cash value 也就是cash out refinance 把这些钱套出来的 然后继续做投资 120万 你可以买80万到120万 当然最好你把它切割成三等份 120万你分成三份 每一份是40万 你40万的话 随便在洛杉矶 随便在德州 完完全全可以首付全款payoff 买一栋投资房 在德州30万到35万 甚至是在40万以下的投资房 非常非常之多 那么你在加州 南加州这边 Riversite或者是洛杉矶 等等一些地方 还是能够找到 大概是40万到50万 50万到60万 这样的投资物 那你40万当配份放进去 已经是超过了60% 甚至是70%的首付 那么完完全全 也能把你所有的这些cover费用 全都是能给你cover过来 比如说你每个月地产税 400还是500 比如说你每个月的房屋保险 50还是80 每个月的HUA 一个月是100还是80 包括你整个的payment 也能够完完全全 把你分担过来 因为你只拿了120万 120万按照2.75 这种利率算的话 你完全把这个payment做过来 你三栋投资房做下去的话 你不仅仅能够保住你所有的成本 你并且每个月最起码 还有一栋房子 300到400美元净现金流 那么现在你把这120万 已经做成了三栋不动产的资产 放在你的账单里面 那么这三栋投资房 最起码每个月扣掉所有的成本 能给你产生300到400美元的 cash flow 那么不仅仅你能还清这120万美元 整个每个月的payment这些账单 你甚至还能把其他所有的额外账单 全都给它还完 你一栋还能多出来300美元 三栋就能多出来900美元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笔包赚不赔的 整个的refinance cash out refinance 这样的一个做杠杆化的生意 那么大家呢 目前这样的一个资产 拿在手里 肯定是比你拿着这120万的货 放在手里 要心里睡的更踏实 每天早晨你一起床 你就想着又有租客 今天帮你打工了一天 三栋房子三个租客 每天都在帮你打工 不仅仅是帮你再还这些payment payment当中包含利息 也包含本金 等到若干年三五年之后 甚至是十年八年之后 这些你当时四五十万买的房产 又变成了五六十万六七十万 你又可以同样的手段 把这些钱进一步的给它套一遍以后 又能把你的蛋糕越做越大 雪球滚的越来越大 规模效应给它做起来以后 你就变成三栋变成四栋 六栋变成八栋 只要你目前能够选对好经纪人 并且能够选对好会计师 并且也能够要选对好贷款经纪人 包括这三个方面知识 都要能够最好给予一生的 这样一个专业人士 帮你进行更加细致的大数据分析 帮你做好整个的家庭自然配置 那么这些钱我告诉你 我可以帮你做成不仅仅你不需要交任何的个人所得税 包括整个的资产利得资本利得这些所有的税用全都不需要交 而且可以通过你未来五年三年迭代的等等升级方案 完全通过美国税法1031exchange可以进行合理避税 并且等你到了五六十岁你退休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任何的信托投资 把你所有的资产照上一把伞 让你的资产让联邦政府让国术局想伸手都摸不到 并且能够进行更好的遗产规划 让你这些钱能够进行很好的资产配置 资产的传承 这是我们中国人未来一定要考虑的重中之中的事情 那么巴西就在这里简单的给各位朋友们稍微点一下 那么另外大家肯定要问 那么这些钱如何进行避税呢 首先你这一百二十万美元 你把它拿出来的第一天你就产生了利息 那么这些利息呢 只要你产生利息 你把这些钱用在你这些投资方面 你就可以在每年报税的时候进行全额抵扣 因为你是做的投资房 你就是可以进行全额的抵扣 相反而知 如果你是做的自住房 你这一百二十万你这些利息一分钱 不好意思你都抵不了 这是按照美国税法 美国税法 它是这么样去玩的 它是富人定的美国的法律 富人定的美国的税法 所以当你们深入研究过美国国税局网站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网站里面包含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都是这些富人在里面埋下的坑 他们这些坑呢 都是给他们未来进行合理避税用的 而不是给这些中产阶级以下的人们来进行避税的 当你们要能够研究透彻的时候 你们才能够玩的赚 你们才能够有资格买到这张门票 买到这张船票 才能够上这档车 才能够上这艘船 所以目前当你们把这120万所有的利息全都把它做成三栋投资房 并且三栋投资房 你如果买个60万 你还要再做20万贷款 这些所有的贷款利息全都给它放进去 你所有的HUA Public Tax 所有的Insurance 包括你每个月的折损折旧 全都可以把它给放进去 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每年只要能够打平 你在税表上面能够打平 你没有任何的整个的资本利得 而且未来你做1031Exchange的话 你完完全可以进行无限期的递延税收 这是不是一个绝妙的方案呢 大家可以上网参考一下 也可以回顾一下八戒的多期视频 八戒在这里就给各位点到为止 所以各位如果想了解更加详细的信息 欢迎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或者是跟八戒深度私聊 八戒给各位朋友们详细定制你们整个的资产配置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那么这样去操作的话 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的负债太高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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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这么要去操作的话 并且能够请一个专业人士帮你们规划好 你们完全是有现金流的房子 那么在银行的眼里 在整个的贷款人的眼里 这个房子就根本不会是你的负债 完完全全就是你的income rental property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继续用你的rental income property 能够继续的做第四栋第五栋第六栋的房产 这完全在美国会计准则和税法上面 包括投资行为逻辑里面 都是完完全全能够得到法律和相关规则的认可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深度跟八戒沟通一下 好 那么以上就是八戒 简单的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稍微的分析 稍微的点拨一下 你们应该就是毛色顿开 应该就知道了为什么市场现在有这么多钱 为什么现在市场非常非常火热 为什么现在市场根本不会掉下来 背后几个原因 第一个整个的建筑成本 第二个整个的人工成本 第三个能源成本 第四个资金成本 第五个美联储包括全球银行 这样的一种财政态度 货币政策的态度放在这里 所以目前在这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通胀环境 包括一些劳动力成本目前居高不下的行情之下 所以目前八戒通过以上的分析 大家应该可以清楚的看到 目前市场上面是完全这些不动产 这些资产是完全根本就不够这么多热钱来消化的 那么这么多热钱都不能够来够消化的话 那么自然就水涨船高 这样的一个水位刻度线不断的往里面注水 那么自然漂浮在水面上的这些不动产 这些资产自然就会水涨船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供需关系 那么大家如果对于零八年次贷危机跟现在有任何不同之处 或者是想听八戒更多的深刻见解深刻分析 欢迎去关注八戒的油管频道 八戒有一栏串有七八戒的节目 给大家详详细细分析了 为何整个未来一直到2025年 决绝对对不会再出现2008年次贷危机这种行情 我是通过整个的数据给大家分析的 无论是从人口经济发展美联储美国财政部 包括中国这边等等数据给大家详详细细的介绍了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 各位投资者各位买家卖家 加入八戒的微信 我们进行深入深刻的了解 好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八戒的下一期节目 给大家再一次详细分享一下 第二种操作模式在你没有payoff的情况之下 如何把这些钱有效的给它套出来 然后又用如何低的成本给它做到 然后继续去做投资房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朋友们积极转发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有喜欢八戒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关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关注